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军人年金改革昨日深夜在立法院完成三读,将于7月1日与公交年改同步上路。 总统府今日特别就全面完成军工交年改目标召开记者会,由总统蔡英文亲自主持。 蔡英文表示,她要向全国军工交人员同时表达歉意与歉意,因为口袋中的钱减少,退休生活受到影响。 总是会不满,但也因为多数军工交成员的支持,才能让年金永续经营。 蔡英文说,今日是见证台湾历史重要一刻,因为确定领得到退休金的台湾,从现在这一刻展开,回顾过去两年,年改所引发的争议和抗议,希望很快能够成为过去,此时此刻的她,心中只有感谢。 蔡英文感谢立法院展现出高度理性与沟通的态度处理年改,为台湾的长治旧安做出贡献。 蔡更特别感谢鞠躬交人员,在面对危急时展现出高度爱国热忱,因为大家的体谅,年轻一辈不用担心领不到退休金。 蔡英文强调,年改中的条文都是要避免对退休同仁造成重大冲击,让他们可以有一个缓冲,节省的支出也不是政府那位己有,而是一柱基金,使其能永续发展。 蔡英文认为,口袋的钱比过去少总是会不满,且非当事人很难感受得到这样的心情,对于军公交人员造成生活上的不便。 她要代表国家向各位道歉,虽然过程有不满情绪,但多数人都能够体谅,证明军公交始终是支持国家的社会力量。 因此,也要以总统身份向大家至赏谢意,退役军人将按服役干年奉税55%,年增2%,重算退休金额度,若以退人员的所得超过38,990元或新制奉额,将分10年缓步调整。 新修条文还曾列郎决官条款,若教官在退休或离职后被发现曾于在职期间犯下校园性侵案且经判刑确定,虚教还已领退休或资浅金。